和谱中国 第十名 乒乓蛋是假鸡蛋 网上盛传一个视频 一枚蛋黄从一米高处扔下竟然不碎 因此认为该类蛋黄弹性很好的鸡蛋是假鸡蛋 其实蛋黄弹性好是因为冷冻了 鸡蛋长时间冷藏 蛋白质凝胶化 会导致蛋黄像乒乓球一样有弹性 尽管乒乓蛋是真鸡蛋 但建议尽量少吃这种蛋 还是多买新鲜鸡蛋 储藏时控制温度 第九名 蜂蜜有气泡代表活性强 有文章称 选购蜂蜜时要挑选有大量小气泡的蜂蜜 因为有气泡就说明蜂蜜中的活性酶发生了反应 这正是蜂蜜活性强的体现 其实蜂蜜冒泡和蜂蜜的活性毫无关系 冒泡的蜂蜜不一定是好的蜂蜜 反而可能是质量下降的信号 蜂蜜冒泡最常见的原因是由室身酵母引起的发酵 如果蜂蜜中室身酵母大量生长 蜂蜜中的糖分被代谢将导致水分增加 增加了其他微生物增值污染的风险 蜂蜜质量会下降更多 第八名 面粉中含有塑化剂 网上盛传一个视频 有人用水洗面团 结果洗出来一坨粘稠的东西 因此称这是加了塑化剂和工业胶 显然这是错误的 面团在水洗的过程中 水溶性物质和淀粉会被洗脱在水中 不溶于水的粘稠性物质会被流下 这种粘稠性物质称为面筋 而非网传的塑化剂和工业胶 面筋的主要成分 是蛋白质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第七名 掌斑鸡蛋有沙门氏菌 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小视频 视频中提到两起食物中毒案例 并将中毒原因归咎于食用了掌斑鸡蛋 甚至还提到 有检测机构在掌斑鸡蛋中 检测到了可引发食物中毒的沙门氏菌 虽然蛋壳被微生物侵袭 可能形成斑点 但鸡蛋掌斑与沙门氏菌 并无必然联系 饲料 环境 营养等因素 才是造成蛋斑的主要因素 同样 被沙门氏菌感染的鸡蛋 也不一定有斑 在预防上 沙门氏菌不耐热 煮蛋时 一般在水烧开后 小火继续煮5-6分钟 即可充分杀灭致病细菌 第六名 菌类和茄子一起吃有毒 近日 一则菌类不能和茄子一起吃 一大已经死17人的消息 在各微信群里流传 其中的营养师特别忠告 菌类和茄子一起吃有毒 这一说法 没有科学依据 茄子就是一种普通蔬菜 它的营养价值 在于其能提供维生素 矿物质 热量含量比较低 可食用的菌类 如人工栽培的平菇 香菇 木耳 金针菇等 都是安全可食用的菇 可以放心地跟茄子一起食用 第五名 肥猪肉被列为十大营养食物 近期一篇文章 肥猪肉打败牛油果和猪油 被BBC列入年度十大营养健康食物 在网络广泛传播 文章称 科学家对一千多种食材进行分析 评估 打出了营养分 他们公布了一百种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 令人惊讶的是 被大多数人不齿 多年来被定在健康减肥持有柱上的猪油 位列第八 这种排名靠谱吗 其实 该研究的排名是按营养适用性指数排的 其哪种食物更适合用于膳食配餐 食物排名越高 也就意味着它和其他食物一起吃的时候 更可能会满足人们每天的营养需求 但是这个排名不能直接等同于该食物营养价值的排名 第四名 保鲜膜保存西瓜会加速细菌滋生 炎热的夏天是吃西瓜的季节 很多人会将一次性吃不完的西瓜 用保鲜膜封装起来放入冰箱 以便下次食用 但文章 西瓜盖上保鲜膜细菌增加十倍 这才是保存西瓜的正确方式称 这种做法反而加速了西瓜细菌滋生 其实 冷藏是保存西瓜的正确方法 覆盖保鲜膜本身并不会导致细菌迅速滋生 保鲜膜覆盖在西瓜表面 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细菌在不透气的环境中 并不会生长繁殖的更快 但如果切西瓜的刀上有细菌 西瓜就会在切开的瞬间被污染 这种情况下覆盖或者不覆盖保鲜膜 西瓜横切面上的细菌都会生长 第三名 磨牙暗示肚子有回虫 夜里磨牙 肚里蛔虫爬 有人在晚上睡觉中常发出咯咯的咬牙声 民间认为这种磨牙声是因为肚子里有蛔虫在作祟 磨牙主要有五个原因 一是牙齿咬合因素 咬合关系不协调会导致夜间磨牙 二是神经因素 夜磨牙症是睡眠障碍的一种表现 三是精神心理因素 精神紧张是导致磨牙症的原因之一 且焦虑程度越高 磨牙症的发生频率越高 四是全身因素 肠道剂生虫感染 胃肠功能紊乱 内分泌不平衡 过敏性疾病及维生素地缺乏等疾病都可能引起磨牙症 五是遗传因素 儿童期的磨牙症往往持续存在 遗传因素不可忽视 因此磨牙不能一概归咎为肚子里有蛔虫 第二名 热苦瓜水抗癌 最近网上疯传一条关于热苦瓜水的养生帖 文章称 北京陆军总医院陈惠仁教授推荐热苦瓜水 认为热苦瓜水或热苦瓜汁能抗癌 杀死癌细胞 甚至还称这是医药领域有效治疗癌症的最新进展 这一帖子是谣言 它是从今年流传的热柠檬水抗癌的谣言演变而来 中间曾一度变成过热压里水抗癌 同时 北京陆军总医院陈惠仁教授辟谣称 有人假冒我的名义发布谣言 我的专业是血液病学 对于有关食物抗癌防癌 未做过专门研究 也从未在网络微信上 发布有关食物抗癌防癌的文章 第一名 白糖生吃肚里会长虫 文章 白糖不能生吃 否则体内长满满虫在网上流传 文章称 某小朋友腹痛 医生排除了肠炎 立即等疾病 在化验大变后 判断是肠满病 经再三询问 才知道 他平时常用白糖拌稀饭吃 医生认为 腹痛是由白糖引起的 白糖导致满虫的原因很不严谨 白糖只是众多可能导致满虫感染的媒介之一 白糖有一定的保质期 当白糖没有密封储存 储存时间过长 卫生安全不达标 或者处在被污染的环境中 是会滋生满虫的 但如果白糖合格 其储存良好 那么生吃白糖 一般不会导致肚里长虫 用科学武装头脑 让谣言止于科普 本期谣言房解析结束 咱们下月再见